有一位听众朋友,很有意思 说曾老师,今天机会很难得 我的人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说,你说好了 他就一直说一直说 说到送我上汽车 再见,我走了 那他请教我什么?我真的不懂 太多这样的人 所以我很感慨说 今天的人的毛病其实是话太多 而不是不会说话 谁都会说话,就话太多 你说话一定要说要点 因为时间都是很有限的 很多人说了半天,他就抓不到重点 听的人真的不耐烦 我们重点说了,就停下来 因为说不定重点一说,对方就完全了解了 那会不会再啰嗦,浪费时间 你说完了,他会问 问就表示他还想知道 他问什么你就打什么 那他一问,又扯扯扯到哪里去 很多人也就有毛病 很多人说话都要 说话说从头,那糟糕 你问他一件小事情 他从老远的地方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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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兜 大家好好去反省 大家好好去反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